细伯大头鬼房书安 跟蒋平接头之后 心里有了底了 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担心 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啊 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他相信 蒋平办事非常有根 他也知道莲花冠的情况 一定能做好充分准备 就这样他从屋里出来 直接过本跨院 推门一进屋 一看群贼都在场 今早两步来到云床前边 躬身失礼 房书安参见总门长 无量天尊 方老爷请坐 多谢总门长 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 非常好 我体力已经恢复了 您看 我身上我身上的伤都好了 有的地方都接了嘎嘎嘎的 好吧 做些讲话 房书安有意的 跟朱亮和佛禅套近 冲着飞剑仙一抱拳 老家可您早 就见朱亮面沉似水 冲着方书安一咧嘴 简直像吃苦瓜似的 方书安转身奔佛禅 佛禅也是如此 仗着房书安 脸皮厚 冲着其他的贼一抱拳 各位都走都走都走 有人点头 有人不表态 总而言之 对房书安十分冷淡 老房在屋坐了一会儿 东扯西扯 说了点闲话 脚着无聊 用手一捂大脑袋 哎呀 我脚着有点头晕 我跟总门长告假 我打算回屋歇一会儿 好 赶紧休息去吧 要不要人服事 不用 我自己就行 方书安回了屋 到了屋里拉床背后 连脑袋带屁股都蒙上来 方书安是脑袋疼吗 不是 他要盘算盘算 今天晚上怎么办 他想来想去 突然有个问题 他想起来 我四爷爷三更天来 那么一来 毫无疑问 就是一场血战 真要打几眼了 八王爷怎么办 一旦郭长达恼羞成怒 拿八王爷开刀 这老头可就活不成了 这这 嗯 方书安又想了个大胆的设想 不如啊 我提前行动 到九寿朝天庭 把他老人家给救出来 只要把八王爷救出湖口 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可方书安又一想就凭我这两下子能行吗 他又突然想到在大象国寺 跟那个打把是卖一比武的情况 方书安一想啊 别自己瞧不起自己 根据那一次 可以证明 我方书安这能力长了不少 不够剑客也够狭客 难道说我就救不出八王来 非得等着别人不可 我不白吃饭了 胆子要大 办事要果断 今天我就大胆一试 你说方书安胆小啊 有时候胆还贼大 他怎么想 怎么得这么干 就这样他睡着了 一会儿醒了 日头往西转了 他干脆也没下床 一翻身接茶碎 为的是养足了精神 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一天啊 到掌灯之后他起来了 照样到跨院见过郭昌达 扯了那么几句闲话 跟赵氏弟兄聊了会儿天 接着吃饭 方书安这种吃的还特别多 这叫饱餐战饭 吃完了 他又回到自己屋里 倒头便睡 赵氏弟兄还真挺关心他 方爷 您怎么了 怎么睡了一天呢 是不是觉得哪儿不舒服 有一点上岁数了 跟你们年轻人没法比 你看这阵心里的什么也没有了 倒缓发了 脚着骨头几儿都疼 大概睡两天也就好了 方爷 要那样我们就不讨饶了 啊 有什么事您只管吩咐 好好说 好好说 这哥俩走了 方书安一直睡到定更之后 他把背后撩开往屋看看 赵氏弟兄没回来 床还都是空的 方书安一想 再沉一会儿 这二更天之后 我再下手 他又把背蒙上了 等啊等啊 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 突然传来 更邦的声音 方书安这心就一方二 到了时会儿 他浑身上下顿感紧张 一撩背后坐起来了 以最快的速度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 把临来之时 带的那把腰刀 抄在手中 收拾完了 轻轻拉开房门 到了院里 再开院里 冷冷清清 连个人影子都没有 他转过脚门 往跨院那个方向一看 灯了 辉煌 屋里边人正在高谈阔论 由小老道 出来进去 端茶送水 方书安知道 这帮贼呀都是夜游神 越到了晚上越精神 我也不管你们白话什么 我得干 我得活去 由于他把这条路线 记得非常清楚 所以没费什么劲就来到第六层院 走 到了这儿 他紧张到顶点了 这个心就跳成了一个儿了 妈你妈妈的老了 无弥陀佛 无量天尊 佛爷也好 神仙也好 可多多保佑 无论如何 保佑弟子平安无事 把这老爷子给救出来 他睁着小眼睛往四面一看 哎 今儿可真方便 不知什么原因 原来在这院里值班的小老道 是一个也不见 啊 非不如换班了 或者什么原因 真是给我提供方便啊 防刷衣滴了腰 来到东方佳营 连脚步都不敢迈错 上次郭昌达领他怎么走的 他还照样怎么走 他恐怕中了机关埋伏 等顺利的来到门这 他听神站住 单手踢刀回头张望 一看院里一切正常 他这颗紧张的心 多少才缓和下来点 然后他仗着胆子 把左面的铜环子抓住 用力往怀里一带 往外边拧了三口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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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刷衣滴了一样 赶紧把手撒开了 老方吓得赶紧蹲起来 再回头看 还是一切正常 这时就见两扇门已经开了 里边伸手不见五指 对面不见人一股冷风扑脸 老方仗着胆子 聂族遣宗就进了九寿朝天亭 他在里边摸着黑 迈德布所走的路线跟那天是一点都不错 为了格外的小心 他拿这把腰刀不住的探路 敲一敲探一探 是实地他才落脚 要搅着这个声音不对 他再改变路线 就这样他摸到中央无击土 老方一看是车 赶紧把刀背上 抬头看 旁边就是那颗红色的大鸣柱 老方过去把鸣柱抱住了 使劲地往外一拧 这时候他的汗子 批他批他就下来了 方说安翻着母狗眼 抬头望上看 就见天花板 裂开一条黑缝 天花板裂开之后 那个笼子很缓慢的降下来了 哎哟 真挺顺利啊 等这笼子落碗灯之后 老方一个箭步 扑到进前 龙目光仔细望里看 看着里边是有个人 是不是八王 那他可就不知道了 因为里边光亮太暗了 为了谨慎起见 方叔安压低声音 王爷 王爷 里边果然是八王千岁 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方叔安 你 你不是背叛了官府 王爷 那叫演戏啊 在那些贼人的面前 我不得不如此 王爷 我心可没变 我特来救你 别着急啊 现在咱们爷儿俩一块走 说着 方叔安 就要开门 这会他傻眼 因为上回他也看着门了 门上有一颗证明刷亮的象鼻子大锁 方叔安用手一摸这把锁 傻眼了 你 这吃怎么办 他们这个锁我整不开 哎呀 可尿了我的命了 老方用大拇指 先按按黄 他觉得有点门 浑身上下一滑了 最后在头顶上 把拴头发的杀 他拽下一咕噜来 高嘴里头用唾沫含了含 把他敏湿了 搓了个口 瞬间锁头眼塞进去了 左套右套 最后把千斤给挂住了 老方用力往外一蹬 咔 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把锁头给拽开了 原来像方叔安这种人 受过专门的训练 要不怎么叫贼呢 当初跟那帮贼在一起 专门研究 敲门压锁这些事 不管什么锁 什么黄 用手指他一摁 心里就有底了 因此他把大锁放下 把门轻轻的拉给折 穿进笼子 把刀一挥 把八王爷两胳膊上的绳子给拉断 八王当时就堆在那儿 说 你能救得了姑 哎呀 救不了也得救啊 王爷快随我来 说 我两条腿都不好使了 实在难以迈步 那好 我背着你 方叔安望下一哈身 把八王爷背到后背上 一只手拢着八王的腿 另一只手提着刀 出了笼子 赶奔瓶子的东门 等来到东门这儿 把方叔安累得是痛 甚是汗 心说 可快点出去吧 终于跨门口 而出了东方家一幕 方叔安这心才放下 看来这神灵还真有用啊 真保护我了 不然的话不能这么顺利 还没等他想完呢 他就脚着尖头上 啪 被人牢牢的抓住 把大脑袋吓得 昏不覆帖 回头一看 尿 谁呀 正是飞剑仙 朱亮 朱亮 吃着满嘴的白牙一阵冷笑 嘿嘿嘿 姓方的 你这出戏 该收场了吧 问你这什么意思 你心里明白 啪 朱亮 扬起手来给方叔安一个嘴巴 把方叔安从台阶上的给揍到底下去 把王爷也摔倒了 他也摔倒了 正在这时 正在这时 院里灯球火把全都照亮 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出现在方叔安面前 身后 站着金掌佛蝉 以及群贼 老方一看 慢了 彻底的 彻底的 我死不足惜 还把八王爷给牵连到里边了 我他妈真犯痛 我干这干什么 我要等我四爷爷来了 有多好 哎哎哎 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 就见郭长达冷笑一声 姓方的 真有你的 我就看出你小子是在演戏 一句实话你都没有啊 你就没想想 贫道是什么身份 我能上你的当吗 我无非给你点天头 我看看你想干什么 终于 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吧 还要何说 到了这时候 方叔安厚着脸皮 使了个鲤鱼打挺 他站起来了 呃 郭长达 既然你把话挑明了 我就告诉你吧 不错 我定了一条苦肉计 其目的 就是想找到贼窝子 如今被你发现了 这信我也不严了 是杀是我 你随便 再过这些年 你家爷爷还这么大个 好 来了 把他抓起来 正在这时 白莲花 雁丰 挤出人群 没费摧灰之力 又把方叔安打倒在地 拿伤把他勒上了 郭长达吩咐 把八王架起来 照样送回九寿 朝天平 又锁着笼在里边 八王爷这个懊悔劲 就别提了 安学他不说 但说郭长达 命人架着方叔安 回到东华院 等到了东华院 方叔安一看 都给他准备好了 院里的戳灯 立灯 照如白昼 郭长达没回屋 就在狼言下 准备了把椅子 要在这审问 把方叔安推过来 炸车 走 走 这帮群贼 是拳打脚踢 把老方揍得 眼前直冒金星 跪去 跪去 方叔安真上横劲的 说什么也没跪 奔奔奔直奔 郭长达一摆手 算了 方叔安 这个苦肉计 是谁给你出的 没人给我出 是你方爷自己想的主意 呵 你鬼点子真够多的 啊 你想没想到 你得漏笑 爷爷早他妈想好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这叫豁出破头 撞金钟 不但黄河 不死心 莫非你就不怕死不成 我早把生死支支度外了 我跟你们这帮贼 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啊 今日落到魔掌之中 咬死而已 即使死了 我也是大宋朝的忠臣 呵 看来你替包黑子 还真是进宗报国呀 那贫道就成全你 来来 把他给我 拔了皮 把他给皮 他们怎么说的 就怎么干呢 把方叔安摁到院里 先找了四根钉子 邦邦邦定地上了 给方叔安捆了个大字形 把人崩好了 掌刀的是谁呢 就是小粉点田桓 据说田桓扒人皮 有两下子 就见田桓 嘴里他叼着匕首刀 来到方叔安进前 冷笑一声 掌吃 把老方的衣服给撕开了 一看方叔安呢 除了骨头架大 没什么肉 那那条都一根一根的 甜欢一笑 想方的 结个鬼缘吧 你放心 我把你这个皮整张 拔下来 然后蒙一面 然后蒙一面 扔皮骨 到时候没事 我们就敲几下 啊 这是你的报应 必然吧 要别人就必然等死了 这个方叔安 与众不同 抓紧最后的机会 他还得喊几嗓子 方叔安扯开嗓子就喊开了 救人呐 方叔安要归位了 救人呐 你别看他这嗓子跟破罗似的 把夜间传出去还真远 把甜欢气得过来 刚要捂他的嘴 突然在西墙上 啪 就扔起一块墨玉 飞黄石 正好打在甜欢的脑门子上 啪 哎呀呀呀 刀也落到地上了 这一突然的变化 那是群贼大吃了一惊 再抬头往墙石看 蹦下几十个人来 为首的正是翻江鼠 蒋平 蒋四爷喊了一声 说安 不必担惊 四爷爷到了 哎呀 我的爷爷快进我呀 他们要拔我的皮 群贼一看开封府的人来了 一战打乱 郭昌达这个心 又翻了一下个 不过他很快安定下来了 因为他一瞅来的这些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心说来多少我抓多少 一个也走不了 来的是谁呀 翻江苏 蒋平 南辖 展兄 飞 东方辖 志华 双辖 大爷 冰哥 一霞太保刘氏杰 孝门郎君 沈明杰 超水燕子 旅人杰 小园霸汝杰 柳金杰 柳玉杰 海底发 邵桓杰 另外来的 还有圣首秀氏风渊 以及开封府的半差官 日月分行 小太保 钟林 蒋昭 蒋小义 等等 因为蒋平跟方树安 接上头之后 马上回转开封 见着包大人 如实的禀报了一遍 包的人问听 又惊又喜呀 心里头 真赞成方树安 就问蒋平 应该怎么办 蒋平说 我跟树安都定好了 今天三更天 我们必到莲花馆 不是与死 就是网破 得想办法救出 八王千岁 另外救出方树安 包的人问蒋平 人手够吗 要不行的话 我马上 跟五军都提府打个招呼 让他多派军队 蒋平文庭连连摆手 不不不不不 夏爷您说错了 现在不能派军队 因为八王爷在人家手心掐着呢 我们带的人家多 这贼心里一恐慌 这贼心里一恐慌 血 стран 血斩 吼 血战 感谢观看